我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我们人体要重视酶的补充 那酶对人体有哪一些重要的功能 以及它的重要性 可不可以请你为我们解析这个部分呢 嗯好OK 那其实酶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扮演相当多的角色 那第一个部分来说 它其实是我们许多酶 就是身体许多酵素的一个浮因子 譬如说呢 它可能去帮助我们身体里面 立腺体产生能量 产生ATP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催化剂 那第二个呢 其实很多人都听到说 酶好像去对于我们的肌肉跟神经 其实是有一个稳定的作用 所以它帮忙我们的肌肉 它在收缩或是松弛 或者是说 它可以传达我们大脑一些 比较安定的讯号 所以有些人会发现说 吃了酶之后 好像就可以比较容易入睡 或觉得精神比较镇定一点点 那再来下一个非常重要 像我自己在临床上 也观察到许多人 他的心脏 那因为酶呢 它其实是协助我们心脏 去维持一个正常的跳动的一个节律 但我们的鎂如果不足的时候呢 可能会容易诱发一些心率不整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最后一个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诶 欧医师啊 我的骨骼 我的骨头不好 我常会有骨质输送的问题 我们是要剥毒 剥补充为申诉低以及钙 那其实鎂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鎂呢 它对我们骨骼的健康 甚至到于我们的免疫功能 甚至血糖调节 其实都会有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通过健康食物来摄取跟补充鎂 其实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我们想请教欧医师 哪些食物可以来帮助我们补充鎂呢 第一个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坚果跟种子类 比如说像腰果杏仁 花生核桃啦 葵花籽南瓜籽等等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绿叶蔬菜 那这种高温烹调呢 可能会让美丽质流失了更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菠菜啦 鱼衣甘蓝或甚至乳笋芥兰菜等等 如果方便的话呢 我们其实可以透过生食的方式去使用它 那第三个部分来说呢 就是一些骨类 那还有一些全骨类的一些食物 像是糙米啦 燕麦啦 全麦面包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煮一些糙米粥等等 其实这里面也富含许多的美 那第四个部分呢 其实大家都常在说的一些豆制品 那像是黑豆 绿豆 或者一些豆腐啦 豆浆啦 豆干啦等等 其实这些也是美相当好的一个来源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就是海鲜 海鲜的话呢 就像是一些鲑鱼啦 鲸鱼啦 或者是虾蟹等等之类的海鲜 其实都富含相当多的美 海美的食物很多 但是刚才说到很多人还是会缺美 特别是我们跟过去的人比较 就是为什么现代人会越来越多人缺美呢 好那当然就说呢 可能第一个部分还是来自于我们的饮食习惯啦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饮食不均衡的关系 所以呢 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烹调方式还是会有关系 所以这些加工食品或者是快餐店的话呢 那这些食物呢 通常都会缺乏比较多的美 可能把我们美就是从我们烹调方式去离开了 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不只是美 其实这是一个现代农业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危机啦 那就等于去说我们在过度的使用一些农药的时候呢 我们的一些农业土壤里面 它其实呢缺掉了一些电解质或是矿物质 这其中就包含了美在里面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呢 可能部分地区的一个土壤啊 里面就是它的美含量 其实现在研究起来发现它是相当的低 所以导致我们就算在这块土地上面种植的这些植物呢 它的美含量也不够 所以像我们刚刚在前面看到 这些明明菠菜啊这些我都有吃 搞不好你吃起来的这些蔬菜里面的美含量 跟以前比起来是远远不足 那第三个就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那我们自己去食品啊的一些加工的或喷调的方式 如果我们长时间的一个去把食物再过度的加热 那或过度加工或者是一些高温烹调呢 可能就导致我们生 蔬菜里面的美可能会有些流失 那再来就是一些消化跟吸收的问题 那因为现代人的一个生活步调比较紧凑 那可能还会有一些菌虫失衡 消化功能异常的一些情形 所以我们吃进来的美呢 可能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被我们身体里面去吸收进去 那所以我们的因为我们可能尝到有些状况 它就没办法很有效的吸收美 那再来呢还有一些跟生理需求会有关系 那因为现代人来说呢 我们工作压力很大 那我们等于说时间都拉得很长 那生活非常的紧凑 所以这些慢性压力或是体内在发炎的时候呢 可能会增加我们人体对于美的一个需求 那如果说我们一般人怎么样知道自己我们缺美呢 嗯好那那刚刚我们就说可能可以透过一些症状 去了解到说我们到底体内有没有缺乏这些美的部分 那所以就刚才说可能脏上抽筋啦疲劳啦心血不整 那或者是说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甚至失眠这些搞不好都是你缺美的一个前照的一些症状 那当然再来呢就说我们可以请一些营养师来帮我们做一些 一些饮食评估那我常常都会建议我们的一个病患就是说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大家手机很方便 我们可以自己去照一下你自己三餐到底吃了什么 那自己照了三餐你连续照三天72小时的一个饮食记录之后 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你拍的这些照片 你知道吃了这些这些照片里面你到底有没有吃了足够寒美的一些食物在里面 那最后一个呢当然是一个最科学那最方便的一个方式的话 我们就说可以透过一个血液检测 这是最一目了然的一个检测方式 那我可以请医师呢帮我们去进行一个血液美的浓度检测 不过这边要特别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美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大部分是储存在细胞里面的 所以在储存细胞里面的时候呢 但大部分我们在医院去做的一些检查的时候 我们是为了从疾病的方向去做考量 所以我们去验血清当中的美 但血清呢它其实是在细胞外面的 那所以呢其实现在有许多实验室 医学实验室都有提供这样的一个东西 叫做红血球美 可能你去的医院的时候 或者是你去自己的家庭医生 可能跟他讲说 哎我想要了解自己的美的浓度 但是你一定要跟他强调是要抽红血球的美 不然他可能会很容易去把你抽所谓的血清当中的美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是缺美而不是另外一个维生素 比如说我们骨质疏松好了 好像不是缺钙而是缺美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嗯好 那其实呢大概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哎那欧伊斯坦你这样好把美讲得好神啊 那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补美就好了 那其实这个东西很重要哦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美其实参与了我们身体里面上百个酵素的一个作用 所以基本上来讲美他在每个地方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所以不管我们刚前面的不管提到什么肌肉收缩啦 酥脆常常会造成一些骨折的一些风险 如果说那个label上面写的是 大概是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些骨 比如说第一个是叫做 magnetion oxide 这是氧化骨 那氧化骨这个东西比较特别一点哦 因为氧化骨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呢 基本上来讲 它是它的吸收度并不好 那吸收度并不好的时候呢 这个其实是它故意这样设计的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氧化骨 大家可能会知道 它其实是跟排便会比较有关系的 好 所以呢 如果说你今天是为了要补充骨的话 我们当然是不建议像氧化骨这个形式 或者是说呢 我下面写的三种形式 比如说 magnetion hydroxide 或者是magnetion carbonate 这些都是比较不好吸收的形式 那再来呢 最后一个是叫做 magnetion sulfate 那个硫酸跟骨 硫酸跟骨的话 基本上来讲 如果吃过多的话呢 因为可能身体里面要代谢这个瘤 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那搞不好就会造成 我们身体里面有些中毒的倾向出现 所以呢 基本上来说呢 我们要去避免 如果真的今天是为了要去补充骨的话 我们要去避免以下这四种形式 那哪些人群算是补充骨的重点人群呢 嗯好 那像譬如说呢 像是我们如果平常就是有些心血管疾病 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 我会建议就是说 我们可能要多多补充 因为它对于我们的血压调节 也是会有帮忙的 再来就是一个长期压力的 然后大家都是做办公室 或者是说整天都处于一个压力 或工作时间特别长的 我会建议就是我们还是要多补充一些鎂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长期有使用一些特定的药物 比如像是一些利尿剂啊 或者是长期吃一些抗生素的话呢 因为他们会增加鎂的一个排泄 那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 这时候也是要去补充一些鎂 那最后就是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 比如说可能过去有动过一些肠道的手术 这些可能都会去影响到鎂的吸收 我们都会建议要长期的去补充一些鎂 确保体内的鎂的一个浓度是充足的 那其实基本来讲呢 我觉得鎂这个东西它其实非常友善的 它其实不管你早上晚上 或饭前饭后 其实这时候 其实我觉得依照个人的习惯 因为像有些病患跟我讲说 欧医师那个我可能在空腹的时候 吃鎂我的胃会比较不舒服 我说那没关系 不然的话你是饭后再吃 或者是说随餐一起吃 其实这个都不会 不太会去影响到 我们的一个鎂的吸收啦 所以其实我觉得都没有一个所谓的严格限制 那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吃 我刚提到的 就说你可能是跟情绪 睡眠比较有关系 我会尽量建议你可能是在睡前吃啦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对于你的一些睡眠啊 情绪啊等等 可能就会有一些帮助等等 那不过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说我刚刚虽然是说 早上啊晚上啊 饭前饭后 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但是我们还是切记 不要跟一些药物同时使用 因为担心它可能会跟药物起一些交互作用 所以如果说 你有在长期服用一些慢性病的一些药物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要把它分开会比较好一些 下期再见 多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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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亚